15年前开400万奔驰 如今的座驾让人唏嘘 人生好像过山车 23年前 鲁文五个酒在奔驰F600上 通过尾灯来看 这是国内第一批蝴蝶奔 在内的私家车还没普及的年代 开一辆价值245万的奔驰F600男人中龙凤 2007年 这个牌照挂在了新款奔驰S级上 2009年 奔驰F600再次退役 后来老板直接提了一辆奔驰F65了 虽说都是12缸 但是奔驰F65是经过重新调教的车型 最大马力612匹 当年新车含税价358万 落地价400万 在网上估值了一下车牌 价值238万 400万的豪车配上200多万的牌照 回头率特别高 一路走来 鲁文五个酒一直和豪车相伴 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如今鲁文五个酒挂在一辆东风锐旗上 有人说这是为了保号 有人说是套牌 也有人说鲁文五个酒落魄了 那么鲁文五个酒到底经历了什么 根据了解 20多年前 这个牌照属于山东宾州邹平某集团公司 后来因巨额债务从组 所以鲁文五个酒挂在了破皮卡上 从400万奔驰到万人皮卡 这就是现实版大浪淘沙 鲁文五个酒的换车时 确实被咱们上了一课 世界变化快 无论过去多么辉煌 未来都有可能发生改变 世事无常 唯有珍惜当下 �stern 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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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